第二次到这个桂学院来给大家交流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些这个问题 因为刚才这个胡老师介绍说我是中国民史学会的 那么这些年的这个我这个就在民史方面了我就 感觉有一些问题哦还真的是值得研究 这个特别是这个明代这个家境潮这个 这个是一个我们演来这个从我研究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讲 大家都讲说这个是明代这个 这个民中期这个社会经济史变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像我的老师他在讲到那个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时候 一般都是从这个家境万里之后来定义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代的社会经济 发展到家境万里时候他开始向这个商品这个经济 这个比较迅速的转化 所谓催生的这个市场明代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形成 以及这个中国资本主义民雅的这个产生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家境潮呢 在以前在我们这个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这个角度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当然这个实际上这个明代社会经济的转变 从我个人来看 他其实从政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这种 这个像这个商品经济这个迅速转化的一个倾向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明代这个政的皇帝 也是一个奇怪的皇帝 这个长期也是这个不务正业 这个跑到那个什么报房啊 那边整天跟这个这个这个去去混 所以大家好像对这个正的皇帝这个印象很坏 那么所以大家讲这个经济变化的时候 基本上比较少提这个政的 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的 就是我自己感觉说明代这个社会经济的变化 应该跟这个西欧的这个大航海时代有很大的关系 胡老师这个声音你们听得到吗 听得到 好的好的那我就这样讲 这个我自己感觉说明代这个中后期这个社会经济的变化 实际上跟这个欧洲的大航海时代的这个兴起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当时比如说葡萄牙人啊 这个西班牙人荷兰人这个建立东印度公司的时候 基本上是在这个政的那个前后 但是因为我们研究明史的人呢 可能这个有一点这个 这个是对皇帝的个人爱物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都是讲这个家境万里时候 这个是这个早期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一些著名的一个学者的一个 好像有点共识性的一种论调 但是这个家境皇帝说哪实话 他比那个政的皇帝啊 好像也好不了哪里去 但是那问题家境潮这个你躲不开 为什么一个他时间比较长 第二个呢 这个家境潮的时候 这个比如说这个 这个欧寇的产生啊 这个我们这个东南沿海 包括你们浙江我们福建广东 这个东南海山的行程等等等等 都是在这个家境潮时候兴起的 所以这个家境皇帝是一个这个 闹不开的 这个一个人 所以明耐这个家境皇帝 他有很多这个怪异的一种做法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家境皇帝 刚刚上台的时候 很受着朝野的推重 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是从这个外欢 入主这个朝廷的 他他原来是在湖 这个这个老家是在湖北这边 后来因为郑德皇帝 他不会生孩子 那只好这个根据这个明代 这个纪统的这个制度 比起一种比较轻的这个皇室里面去挑选 这个就挑到了他的头上 所以他当时呢 应该说在年轻的时候 对这个朝廷的 对国家的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 他还是有所认识 所以刚刚这个当上这个皇帝以后 他也采取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措施 当时这个很多人都 这个包括朝廷内外 都对这个家境皇帝 好像这种这个作为啊 非常欣赏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就是 正的时候就是那个宦官专政 非常厉害 换这换官这个掌握了这个朝中的大权 除此之外呢 他还把换官派到全国各个地方去 我去这个控制兵权啊 控制税收啊 这个等等很多这个问题 那么家境朝上台以后呢 就把这些的做了应该说比较大的一种各处 这个是外庭啊 就是外庭这些官员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这个对家境朝 这个这个对家境皇帝啊 这个刚刚上台不久 就几年底面 大家评价很高 可是这个家境皇帝呢 这个上台这个这个作文了以后呢 就开始这个这个很多这个动作就 和和和引起很多的麻烦 其中这个其实对我们中 明代历史甚至我们中国 宫建社会 晚期社会有个很重要影响的一个 一个事件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大礼仪事件 这个大礼仪之争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 就是因为我刚才讲 家境皇帝 他是从外欢 这个这个入主这个这个大统的 所以当时根据这个以前的这种制度啊 你这个既然是不是皇帝的亲儿子来当皇帝 你只能继承这个正都皇帝 你这个皇帝的这个统大统 是从这个正都皇帝这样列下来了 可是家境皇帝他自己做完了这个皇帝以后 他就想着那不行 我自己的父母亲 我怎么不能尊重 所以他死活要把自己的父母亲啊 来当做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太上皇太这个这个太皇后 就来来来来来供奉 所以就引起了这个 朝廷的这个强烈的反弹 这个闹出了一个 闹了前后大概十几年的一种 政治 这个这个这个纷争 而这个纷争的结果嘛 大家都也都很清楚 最后当然是家境皇帝这个大获全胜 这个自己的爸爸妈妈也都当上了皇帝 尊号皇帝的尊号 然后呢 这个当时一些跟他 这个这个对对对对干的那一些官员呢 也基本上都给他弄的下台了 所以这个家境皇帝呢 他在这方面呢 就干了一件这样 比较这个 不符合这种 就是道德跟礼仪 这个延续性的一种做法 这个当然产生了一些比较近的后果 就是 刚才讲的 家境皇帝这个获得全胜 这个一些 很多官员就倒霉了 那其实他这个大礼仪啊 一个最大的一个 就对后世的影响啊 是在这个 就就刚才讲理智方面 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从家境这个大礼仪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民间 现在比如说 有这个拜祠堂啊 盖祠堂啊等等等等 这个在此之前呢 很多东西 官府大概只能默认 没有一个这个大张旗鼓的 制度上的肯定 那么自从这个大礼仪之后 这可能民间官员也是这样想 你自己都可以这样 这个为理 那我们民间也可以为理 那他当然也就管不了了 小黄你这个好像又又又又 共享屏幕又没有了 小黄黄老师 黄老师你那个共享屏幕 再打开一下 这个就是使得我们现在来说 比如说我们有研究 这个家族制度人都知道 这个大礼仪对这个家族制度的影响 还是非常广泛 那这种影响就一直到现在 始终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家庭皇帝 他这个自从这个作文了江山以后啊 这个开创了也很多 这个这个跟以前这个皇帝 都不太一样的一种作法 跟这个朱远璋 他的老祖宗也是很不一样 所以到了除此之外呢 他一个最古怪的爱好 就是喜欢这个信道教 这个魔求这个长生不老 这个魔求这个长生不老这个事情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 那是根本做不到的 这个从这个秦始皇开始 一直到这个唐代 一直到汉代 很多皇帝 当然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 但是基本是做不到 可是这个家族皇帝呢 他就很乐中于这个 到后来呢 他基本上不管了很多事 所以这家族皇帝 这个在位的时候啊 因为为了这个事啊 哎呀也是闹得这个朝野 这个一塌糊涂 他因为爱好这个写这个道教 那很多这个城下 就顺着他杆子往上爬了 所以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守护 像这个阎松呢 这个席阶等等 这个包括席阶 大家还认为说 他在这个守护当得不错 其实他们呢 跟阎松都差不多 他们很擅长可以写那种 钦词 所谓的钦词就是 皇帝写给那个 这个一皇大帝 以及这个三清教主的 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住词一类的 他们两个人就写得非常非常好 水平非常高 所以这个家族皇帝就很喜欢 他们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 他们这个为他这个信道教 做的是很好的这个秘书的工作 所以他这个 家族皇帝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 这种 从传统的这种道德来讲 理智来讲 他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比如 这个关于这个长生不老 已经从秦始皇开始 一代有多少人都已经 这个行不通的路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一种社会共识 你一直到明代这个 还在做这个事 这个就显得显然也就 就非常这个 有点太不理性了 所以那个家族皇帝 这个在位的时候 还出现了一个 也是前所未由的事情 这个他整天在吃那些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道教了什么药 七七八八 搞的这个生活行为啊 这个很不正常 所以呢一些那个宫女啊 被他捏带的吃不消 后来一些宫女实在冷无可冷 就就就就趁那一天 这个家族皇帝睡觉的时候 就拿一条绳子 想把这家族皇帝给捏死 你说在这个宫建社会里 这个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情啊 一个几个公里 竟然敢磨杀这个皇帝 这个事情就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结果那个几个宫女就拿着绳子 往那个家族皇帝那个波子上就闹 闹了以后呢 可惜这几个宫女不是武林高手 他不知道这个绳子要怎么捏才会捏死人 所以他在这个闹了两圈 也就打一个结 然后大家拼命拉 结果这个结就救了这个家族皇帝的命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结拉了半年 都在拉着结 那个结也拉也紧 这个波子的皇上没有什么拉住 所以家族皇帝呢 就是因为这些宫女们呢 实在不是武林高手 就不知道怎么捏死人 所以那天呢 救了这个家族皇帝一条命 这个这个 我当然也捏了半条命 就最后这些宫女就惨了 那全部杀了光光 然后这个家族皇帝终于 太医也把他救活了 就是这一系列的事情呢 就聚焦在一个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这个 他这个信这个 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封建迷信 这个都是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奇怪的事情的 他这个一系列的事情就是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当时这个朝中这个官员 大家都是顺着皇帝的这个意志走了 所以刚才讲这个延松了 这个席阶他们都是 专门去研究这些道教 写清词怎么写的好 什么引起这个皇帝的这个高兴 当时只有一个城下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海瑞 海瑞这个这个人他当然是这个这个是比较 这个 坚守那个道德 儒家道德的一个人 然后他也应该说比较不怕死 然后也不这个这个 围观非常清廉 所以他就来 来来来来痛骂这个家族皇帝 写了一个咒词 这个是咒 咒词这个是我们研究名书非常重要的 我叫治安书 这个书上面呢就 就既然讲了说这个 你这个家族皇帝啊 整天在这信这些道教啊 什么七七八八 弄着这个这个 国家穷的要水 老百姓苦的不得了 所以他就拿他那个家族两个字来开玩笑 说家族家族的家家接近 我就就是跟你搞的这个 天下的老百姓家里啊 都干干净净的 所以这个都是明代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典故了 大家都知道 海瑞差一点 这个时候家族皇帝气得不得了 这个赶快给我抓去砍了 有一个宦官还聪明 他就跟他家族皇帝讲说 哎呀你都不知道 这个家族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啊 就讲说这个海瑞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他说你去砍他 正合他的意义 为什么听人家讲说 他今天要来上这个奏折 家里已经叫人买了棺材了 他说你棺材都准备好了 你还处理他 这个这个家族皇帝听这么一说呗 气也消了一点 气也消了一点 然后后来家族皇帝 这个海瑞终于没有被砍头 这个是非常万幸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前面的就简单的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就刚才讲到这个家族皇帝的一些 这个很奇怪的作为啊 给大家这个做一个介绍 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 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小王爱你你能不能把这个从头开始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明代嘉靖朝的灾疫 以政治生态演变 这个灾疫这个本来就是这个天灾人祸 这个天灾这个东西在大自然的现象 这个是每一个朝代的不可避免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跟他闹出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新冠疫情出来 这也是没办法控制的事情 如果是在古代了 那肯定感觉哇这个了不得的灾疫 肯定是天降什么这个灾秧给我们 所以有一次我们我在那个我们这个 福建开会的时候我就开玩笑 我说这个现在不是要这个弘扬这个传统文化吗 根据这个古代啊这个传统啊 如果国家碰到这么大的灾疫啊 那就应该去拜那个瘟神了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这个防疫措施很多就少了一样 这个没有去拜瘟神了 这个是开玩笑的话的 但是在中国古代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碰到现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话 那老实说国家领导人就要去拜瘟神 这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加进的时候这个灾疫的出现了 当然会引起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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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的这个皇帝的官员的一种高度重视 这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这个除了这个灾疫之外呢 还有一个相对应的东西叫什么 叫祥瑞 祥就是祥祥的祥 瑞就是那个瑞气 东来的那个瑞祥瑞 这跟灾疫是对应的 灾疫嘛就是 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水灾旱灾的 在哪里起火了地震的这些就是灾害 叫灾疫 祥瑞呢就是一些什么 我哪里冒出一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冬天来开什么这个牡丹花了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这个秋天呢 什么病地连 哪里这个抓到一头鹿 鹿上长了一些脚 一点像麒麟啊什么奇奇宝贝 就这些大家都认为说这是祥瑞 祥瑞它有祥瑞的作用 他赶快很多那会拍马屁的官员 赶快就把这些祥瑞 就就就就就 就向上面报告 我报告了他就是变相的拍马屁了嘛 对不对 你比如说哎呀我们这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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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开住这个病地连来 然后就报告他不是讲说这个莲花这个这个好看 而是讲到这个是皇帝啊领导友方 这个这个这个老天爷很高兴 所以就向你送了这个病地连了 我那个鹿角也是啊这个一个鹿 鬼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长出奇怪的角 因为后来有很多那种祥瑞啊 这个事实证明都是造假的 一个一个鹿角上给你乱安了几个什么东西 就说是麒麟出现 这个右向上面报告说哎呀 嘉敬皇帝啊不得了啦 说你这个这个天子老爷这个做得好 这个天下这个将这个麒麟下来了 等等等等这一类东西 这个都是用于拍马屁的这个好用东西 那个摘意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整人的 这两个功能有点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摘意来了 所以这个到我们现在啊这这种传统的其实延续到现在都还有 我们现在比如在利用摘意来这个整人的这个还比较少 这个我们有时候也会报纸上看到有一些这个家伙这个说什么他们那里出了什么好东西 这个是什么领导游方啊什么七七八八这样的话 鬼话现在也还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一种文化传统啊有时候这个演习性也是挺好玩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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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这个摘意 那当然我前面已经对这个嘉敬皇帝的一些所作所为 做了介绍以后呢这个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这个明代嘉敬朝的这个对于摘意 这个事情呢他就比其他朝代更显得具有这种政治的意味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哎哎这个这个这个小黄你欢欢欢欢欢意 我这里怎么欢不动了 这个我前面我刚才讲的就是在一致汉代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拜四桌上天对郡王的警示和谴责 是革新政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这明代当然也不例外了 尤其在嘉敬一朝 灾意广泛参与到政治生活中 通过考察嘉敬金城对灾意的认识 激起在政治中的应用 可以提供一个 剖析明代皇权与金城关系演变的一个视角 这个就是说这个灾意跟刚才详录一样 他基本上都后来变成一种这个政治化 一种政治运作的一个手段 来小黄帮帮帮欢一下 小黄帮欢一下 这个明代造语 他有一个咒暴的制度 跟这个迷灾的方式 明代自开过以来就非常注重对灾意的咒暴 比如说洪武延年的时候 朱元璋刚刚当皇帝不久就策令这个官员 含义灾意 嫌疑施暴 碰到地方上有这个灾害什么的都要如私汇报 这个重复二年的时候 礼部尚书吹亮 上奏 祥瑞 我刚才讲的祥瑞就是这个 祥瑞这个尽献事宜 这个家庭皇帝的老祖宗导师脑子比较清醒 他毕竟是当过这个穷人 当过这个小和尚 所以他就说了 明代主就说了 你们亲等守咒 当吉祥瑞而不及灾害 不知灾害之来 乃善天垂戒 首系忧众 今后世方会有灾意 无论大小皆令 首师即使徽咒 所以这个朱远璋 他对报祥瑞 他不是很关心的 但是对于这个灾意 他是很关心的 这个从某一个层面上讲 就开国皇帝朱远璋 这脑子那还是比较 相对比较清楚 所以到洪武26年的时候 这个祖师资长这本书里面 就颁布了 说如有灾意时 这个灾意及时作报 作为正式的制度固定下来 这个是祖师资长里面 就把它当作一种制度 就固定下来 小黄小黄 麻烦你再放欢一下 时候呢 这个灾意及时作文的制度 一直延续 但同志者对其重视的程度 却有所下降 这个明代中机会以后下诏 韩世方有灾意 这个影响到国体的 所在有时的可以及时作报 这个就是说 对这个比较重大的 有关这个国体的灾意 才需要作报 这其他的小灾意就算了 由于这个明代灾意 因为中国这个明朝 一个地盘那么大 就是像我们讲说 这个东方这个太阳西方 所以这个有时候 也是难免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 这个世事都这个作报 到正的时候 这个写的这个明绘点里面 咒 韩天下灾意 有时审达行府行案等官 既行咒 既咒 每数页礼部 以税页先后 瑞咒 就是说地方 这个咒给那个礼部以后呢 这礼部呢 就进行这个规律统计了 然后挑一些比较重要的 就往上这个 这个一律一律的这个咒报 可见瑞咒灾意的过程是 地方官身将灾意 上报个行府行案等官 然后有他们即使申报个礼部 礼部再按时间顺序 这个定期集中向皇帝上报 但是如果是重要灾意 那就要即使作文 比如说某一个地方 忽然就发生像明代的时候 就我们附近泉州 发生了这个八级的地震 这个不得了 当然就是马上呢 当天就得赶快这个 就就就挥马这个这个咒报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紧急的事情 还是要这个非常这个重视起来的 小黄小黄再帮我翻一下 对不起我这里翻不了 所以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来 明代建立了就比较严密的灾意咒报制度 对灾意的咒报给予这个高度重视 在明代人看来 灾意是善天人爱 以示警告 灾至不拒 以不能迷灾为拒 因此迷灾成为朝廷的重要事物 万历时候编的这个大明会典里面记载 寒各地地震山村异常 以阳这个千奇等相咒道 礼部后年联中 律咒 通过载金大小衙门 及南京礼部 并各拜灾地方一体修审 和有异常灾变 不在律咒之力 则畸行济咒 一应既告宽序修审事宜 造灾轻众 亦拟丧情 后子施行 可见这个民灾的方法 主要有既告宽序和修审 这几个方面 小黄来 出现这个重大灾意 朝廷就需要这个 我刚才前面讲的 就拜那些什么鬼神 这个山川 这个瘟神的等等 朝廷西祭告天地设计 宗庙山川等 卢正的九年千青宫火灾 赶快就派这个 陈国公诸胡 慧昌侯孙明 呼马都尉犹太 新宁伯 唐友离部山出 刘春 赶快去祭告天地 这个设计宗庙山川 祭城皇之神 花生自然在 还会祭告这个 叶正海渡 并派遣大臣和申道 在士官祈祷 除了官员申道的祭告 祈祷之外 皇帝也经常有祿祷 尤其在民事中 祿祷失欢平凡 民事中 思路的赚者评价 他以敬天性命回物 或以阳消 这消分路道 深自谴责 因为他比较喜欢这个道 道教 所以干这个事 他倒是很迈进 很积极 小房来 麻烦你再 再欢迎一下 这个灾疫的发生 这个常不被认为是因为民心 这个仇怨所导致 因此朝廷就需要这个宽戏百姓 其方式也是多样的 既有代表性的就是宽戴罪求 有时甚至会大赦天下 如正统八年 因如一诊奉天殿 这个民 因中下令 这个大赦天下 自然灾要发生后 诊记 捡免户税等 也是常见的宽戏手段 这就是对灾疫 这是宽戏的一种方法 那皇帝为了表现内心的 毁过于自责 经常会采取 减散 束缚 彻业 逼正殿等修审的方式 就是假装自己 哎呀我吃东西 不能吃那么好了 这个穿的衣服 不了那么漂亮 然后也不要演奏什么音乐 这个 然后就不要在正殿 躲在一个偏殿那边去 去自我这个 毁过跟自责 对于官员的修审的主要方式 是 引栽成员和自成去把 就是说这个官员如果碰到 这个时候呢 他就也感觉说 有自己有责任 所以就要 就说哎呀 我不能再当这个官了 自成这个 虚缓施自己的伪证之事 并要求罢免 这种东西呢 老实说到后来 基本是一种虚应故事 就像我们皇帝一样 每一个皇帝 有碰到什么事情 他就上台以后 都弄一个什么罪击招 罪就是 罪恶的罪嘛 挤就自己的挤 罪击招 这个罪击招 后来也是变成一种 虚应故事的一种文字 那在这个官员协力 皇帝们一般都要加以为留了 相比之下 因灾成员 这需要对朝前提出具体意见 这个是一些比较有单单的官员 就革新政治的重要动力 因灾成员 以灾役为依托 具有很强的政治化性 在加进朝以前 即使皇队对成员的内容 非常不满 一般也不会这个 陈处禁言者 因为这个有的 比较有单单的官员 就会趁这个灾役 要求这个上面朝廷改革 这比较好像这个 师处有名的样子 这个事情讲出去 大家也不好说不行 皇帝也不好说不好 所以一般都不会去处罚他 所以多重的米灾方式 彰显了灾役所既有的 重要政治意涵 明朝历代的这个君臣 都不能忽视这个灾役 那么到了这个 加进皇帝 就是明世中继位之初 官僚群体就力图营造 敬畏灾役的政治奉鱼 以加强因灾成员的后华性 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加进初年平凡内 遭遇的就有这方面的作用 官员们还不断散书 规劝皇帝敬天爱民 民事中也认为灾役是上天的意志 平凡要求修审 在君臣一体重视灾役的背景下 灾役在明代朝政治中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了 所以我这里就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刚才上面讲的 就是这个加进初年 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 那么几年间 为什么呢 因为加进皇帝 他我刚才讲的是从外欢 被人家请进来当皇帝 所以这些请他来的这些人 这些这个当然都是那些 这个明朝这个 这个中书里面那些比较重要的官员 他们自己有点那个沾沾自喜 认为说你这个皇帝 还是我们把你送上去的 当然如果从某种角度 这样也可以讲 这个皇帝的人选也不 不止只有这个加进皇帝一个了 这个比较近亲的这个皇室了 也还是有几个 所以当时讨论来讨论去 大家就认为这个加进比较好 所以这些官员就没有闹清楚 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份地位 他自己以为说 哦加进皇帝 你这个是我们挑出来的 所以你应该感恩我们 同时甚至说你应该听我们的话 所以就在这个明代初期的时候 这些官员就动不动 就要拿这个摘役来说事 这个说了当然就 说加进皇帝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 那加进皇帝这个人呢 其实从后来的这个表现来看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成功的家伙 所以他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这些官员在这边弄这个东西 他也表示说做得很对 他也来配合 到后来的一欢脸那不得了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明代的时候 这个流行一个制度叫这个停战 什么叫停战呢 就打屁股 把官员呢就拉到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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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底下 那个就是这个打屁股 一次打得最多的时候 打好几十个人 在那边你说那好几个人 在那个那边一起打屁股 这个场面就非常壮观 所以这个包括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这种制度的就是一个被这个官员 一个极大的一个 就是一种应该说理智上的一种 非常严重的一种红路 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就是 加进皇帝他也是一个城户 还是比较深的一个家伙 那么到到到到到 前面呢还装的满天话的 到后来呢一变脸起来那不得了 所以这里我前面也讲到这个大礼役 大礼役是家境初期的重要政治事件 对民事中 对家境朝政治走向 产生的重要的影响 一礼双方围绕着新县地后 新县地后就是他爸爸妈妈 这个封号的问题进行讨论 其焦点就在民事中 事后能够记民孝中民武中之词 因为民孝中民武之 这个是父子关系的 那这个你要给他当皇帝 就等于给他孝宗跟武中当儿子 所以这个要不要能不能继承的 这个就就就就就就有这个 这个选择的问题了 所以当时的这个内阁的这个 杨廷和这个为首的这个妇女派就主张 民事中应该以民孝中为考 民事中的一些间接反对 这个要求加称这个父母为这个皇帝 皇后这个家庆跟这个正的皇帝 是一个是唐兄弟的样子 他是这个民孝中的儿子 那么这个完颜天后等人就不对 所以就就没办法最后没办法 只要妥协了 还是皇帝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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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讲的话更加有份量 就只好为这个民事中 当然里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讨论 讨论来讨论去啊 这个民家庆皇帝都拿他们没办法拿 因为杨廷和他联络了 这个朝中这个上百号的这个官员 跟这个家庆皇帝对着干 那他这个对着干也不是说一个说可以一个不是可以 你要引经祭典的 这个这个还不是说用嘴巴在那边吵架 你怎么能够跟皇帝吵架的 你要讲出要讲出一套道理来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呢 浙江冒出一个人 这个浙江冒出一个 刚刚考上进士不久的一个一个人 这个就是后来很有名的 这个这个这个张冲的大家都知道 张胡进这个人 这个张冲这个人 他考上进士的时候已经四五十岁了 那个人是绝顶聪明 他后来呢就从这个中国这个古书上 给他列出几条 就是说有点类似于这个家庆皇帝的这个样子 是这个这个皇帝的孙子 然后怎么样子也成为外官 然后后来又怎么样继承正统 然后最后还是可以尊重自己的这个皇后 这个皇后来这个当做这个家这个帝后尊号 这个这个奏罪一来了 这个也是也算是这个他这个张冲 张冲就张胡进这个人呢 也算是这个在历史当时对这个中国的历史 他是非常这个这个学的很很透 所以他才从这个一千多年里面给他列出那么几条这个证据出来 那这个证据一上去呢 杨廷和呢一看到这个奏罪就说那糟了 为什么因为 他说的有根据 有根据就不好就拨人家了 那个家庆皇帝的一看到这个张冲的他们这个奏罪一来啊 哇马上就高兴起来 他说我的这个父母有救 这个我的父母就可以这个 这个这个加帝号加后号 所以从这样子以后 这个杨廷和的人就不得已就妥协了 就就后来就为这个明世忠的父母就加这个帝跟后的号 当明世忠的这个时候开始了 他已经坐稳这个皇帝的位置了 所以就不满足了 接下来就开始要开始这个这个欢联了 李赤要要求在新地新县地后尊号之间冠有皇制 召到了群臣的强烈皇队 这个这个杨廷和还有一次甚至把这个一批啊 就封回去不看 我在这个陷入了一种僵局 所以这个嘉靖延连的清零宫活生火灾 四大户就纷纷阴灾上沿了 以五行中的这个活祖礼为由 强烈皇帝这个嘉靖皇帝 就加封这个皇制 这个嘉靖皇帝的无可奈何 只好这个暂时听从这个群臣的意见 这个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他只好听从 因为民事中此时根基未闻 孤立无言 内阁和礼部的坚决皇帝 让他无法这个事情诉求 而这个清零宫这个火灾为这个一些 副礼派提供了一个难以缓驳的依据 在当时重视灾疫的政治环境里 这一看是不大的灾疫不容忽视 官员们就利用这些灾疫对皇帝进行限制 大离因此也就暂时就还没什么太大的进展了 小王 麻烦你再那个一下 这个加近三年大离一再次成为朝廷的焦点 民事中再度提出来加皇制的诉求 这个不顾勤了强烈皇帝 强行下令称新宪帝为本身皇考 公向宪皇帝 随后民事中为其 为使其父进入明代皇帝蒲系 提出了在奉仙殿车 再盖一个宫殿 作为他老爹这个宪皇帝 这个拜拜的地方提供神位 那一个大学士像这个蒋缅 李布山师翁俊等人又来借用这个灾疫表示反对 这中之下决定修器奉仙殿 西车的一处空物供奉宪皇帝神位 但这个蒋缅跟这个汪静两人也同时 因此就断破这个池官回家去了 所以这个皇帝在这个当时这个朝城 这双方的这个争斗 一步一步的这个向这个 这个嘉静皇帝这边倾斜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跟这个嘉静言领不同 此时的官员们在意义礼时 皇帝虽作出退烂 但态度逐渐强硬 体现出民事中 就嘉静皇在政治上的乐见成熟 我看他不一定是政治上乐见成熟了 而是这个 嘉静皇帝的这个皇帝位置 坐在这个一天比一天牢了 这个权势也比较大了 所以这个士大夫就很难在 以摘役去限制皇帝 民事中政治上的成熟 也体现在他对摘役的利用方面 这时候倒过来了 刚刚开始的几年了 这个嘉静这个五年之前 秦神是利用这摘役来这个 来对抗这个嘉静皇帝 好了这加进四五年之后呢 倒过来了 这个嘉静皇帝 你会利用摘役来整我 我现在也让摘役来整你们了 所以这里就比较重要了 像嘉静四年三月 民孝中张皇后的寝宫人寿宫受灾 民事中对这一摘役就表现得非常积极了 第二天就赐予群臣修审 建察一死一中 因灾善严 就是又老一套再来了 建议这个降低这个人寿宫的规制 这个皇帝就同意了 四亲临宫做检职 为什么因为他 这个孝宗张皇后 是他的这个 就是过季的弟子 然后他现在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那些 父母亲给他抬高了 那这个刚好这 监察一死就拍马屁 就是我们要降低这个人寿宫的规制 哦皇帝就很高兴 就是说是这个亲临宫做检职 但是仁寿宫的规格的第一亲临宫 因为亲临宫是蒋太后的基手 这就意味着张太后的地位 第一圣母蒋太后 就是他 两个人本来都是太后了 一个是继承的太后 一个是亲身的太后 可是这家庭皇帝利用这一次的这个灾害 就把自己的母亲就给他抬高了 把那个系统的那个张太后的地位给他降低了 此后又多次这个 这个推把推延仿这个人寿宫的建设 这个遵从本身父母的强烈愿望显而易见 这个家庭皇帝到家庭四五年之后就开始变脸了 长期以来这个四大户就掌握了这个灾遗的解释权 这个这个至少是从这个正的这个往年到这个家庭这个四年之间 这个四大户基本是掌握这个灾遗的解释权 这个给这个家庭皇帝这个增添了不少的这个麻烦 每每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这个就去这四大户的一种解释 这个家庭延年清零宫火 以这个这个以礼花宗失踪 讲述皇帝这个礼花宗没有搞好 这为原因 同样是后宫失火 洪志师一年清零宫火灾时 这个官员们也是注重攻击民孝宗的这个灾 教活动 以这个家庭延年清零宫火的解释全然不同 那日清零宫火灾就讲说都是你是皇帝整天在 这个拜拜 这个灾这个活动 可是这一次呢 他就不这样解释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没几 对灾遗的水意解释 这个难免降低皇帝对这个灾遗的敬意程度 这个家庭皇帝他也认识到说 这个灾遗这个东西啊 本来是上天怎么怎么事与的警示啊什么 看来并不是这回事 所以他就对这个敬畏程度就降低了 随着这个民事中在政治上逐渐成熟 开始质疑着士大夫的解释 并主动利用灾遗达到自己的政治意图 灾遗的解释权 好了 接下来从士大夫手里逐渐转到皇帝手里去了 这个是嘉靖时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变化 亲生父母尊号家皇并去除本身两个字后 民事中对异理的诉求暂时得到满足了 在大礼的过程中 这个就是士大夫那一派这个杨廷和他们集团就 被租出了政坛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上大权在握了 杨廷和当时也是势力很大 联络了一百多个官员在那边跟这个贾景皇帝对着干 这个时候就糟糕了 基本上都被租出政坛 而瑞郁进取的詹葱 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 好像这个历史只是很拥波的 这个是浙江这个温州人 浙江这个现在这个台州那一代的人 他这个詹葱后来很有名了 也当上守府改名了 你这个名字后来 这个感觉就是说这个那一段时间跟你们吵架 吵得很不好听 后来这个名字改成张福晋 等这个义礼的新贵受的重用 民事中也情义正式 朝廷重心转向调整政治政策 以解决和缓解明朝 国家长喜积累的弊病上面 这个嘉靖帝在大理一张掌握了 灾役这一重要工具 朝廷上下也就弥漫着 这个敬畏灾役的气氛 一是灾役及其所代表的天意 成为这个嘉靖新政的重要启动力之一 这个本来是天意现在变成是皇帝的意志了 因灾成员成为新政出提出的重要渠道 从嘉靖四年开始 不断有关于殷灾成员提出具体的政务建议 这个皇帝往往要求着实施行 嘉靖七年全国多地遭遇极端干旱 粮食残念累解 甚至出现这个人乡残尸的一种状况 民事中非常重视 嘉靖八年的电视车问也说 自即位以来灾变平来 汗疗相继 睡乎一睡 无处无知 生民流亡 震慎恐惧 在此背景下 朝廷试图通过大规模调整 统治政策来民灾 涉及多个方面 如科室制度 镇守中关等等 嘉靖八年正业 礼部上书方献夫提出了宽油 毅礼租成 扩大近视企额重视周线官员的建议 这个民事中对扩大近视企额和重视周线 玄论给予特别批示 同意 对虎臣们说 鲁金以各地灾害 令慕用人者尽是几人健身并用 其果才能连结 唯我爱民者 就一提这个提拔 强调要尽是几人健身并用 虽然有官员反对 但这一时期确实也有一些 几人跟健身如是 但是这个基本上也是时间很短 昙花一现的事情 这个镇守中官 我刚才讲的就是在镇的时候 派了很多这个宦官 到这个地方上去掌握兵权 叫镇守中官 这个当然这个从永乐开始就开始这个派了 这个宣队以后就逐渐制度化 这个外庭的官员 当然一直要求要汇除这个 但是他这个最后呢 已经形成这个明代的一个成立 所以我们大家研究明代的时候 都知道说明代是一个宦官 这个权势比较盛的一个朝代 这已经变成一种祖宗的成立 就难以改变 到陈化至镇的年间 就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贾景方纪统的那个上一个皇帝 这个镇的皇帝 这个镇守中官成膨胀之势 造成极大的危害 加近八年三月 在因灾求援的情况下 一时毛人凤上巴士师 以为镇守中官身世害民 且非过出的救治应该裁割 他的建议得到认可 所以在皇帝的支持和张聪等人的这个 帮助下这个镇守中官就得到了这个财客 这个 加近十万年出现新变 民事中借机下年将主镇守 耐官其尽速起回 之后永无前知 试图以米栽的方式 彻底各除镇守中官 这个也算是这个比较好的一种政策 但是这里可能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也不是这么乐观 其实到了加近十几年以后啊 这个各地的这个宦官呢 又开始这个这个 这个开始慢慢的开始这个派出去 甚至有些这个横行霸道等等 这个都是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一个趋势 所以到这个晚年的时候 这还是有不少这个外庭的官员呢 在劝阻这个加近皇帝 说不应该这样子 还是应该对这个宦官有所这个压制 但是这个后来 这个加近皇帝的自己的这些好的措施 也慢慢就开始放弃了 所以加近四年以后的 支战内阁的辉宏 杨毅清张聪等人 与皇帝的关系良好 秦城对义礼也有所忌讳 秦城关系稍有缓和 张聪等义礼新贵 也颇有进取的精神 提出了一些革新措施 精神一体 这个勤政求治的政治生态 是当时能够大规模 调整的政治政策的必要条件 而灾意强化了民事中对 各新的迫切追求 推动了这个政治政策的 统治政策的调整 这个是 就是说灾意 从这个四大夫的解释权 慢慢转到这个 这个嘉靖皇帝 这个手上来解释 这是一个灾意 这个政治化 在嘉靖潮的一个变化 当然因为大礼仪产生的 尖锐矛盾 并未彻底消除 官员们错误 估计的当时的政治形势 和皇帝心态 在善言当中 不免会触及到 什么赦免礼仪的 最组成的敏感问题 使这个民事中 对因灾成员的态度 逐渐改变 刚好有好转的精神关系 也再次恶化 这个我刚才前面讲了 就是说这个嘉靖皇帝 刚刚从外面进来当皇帝 那装得很老实芭蕉的 可是他一直到现在 你想一下 人家有时候 这个官员也会讲 哎呀那个大礼仪 这真哦 那也不是什么 这个 就是也不是 古语好像要跟你皇帝过不去 那这么多年过去的 能不能对他们有所宽容啊 还是讲这种话呢 这个嘉靖皇帝是 既然就不爱听 所以这个就 使得他对这个灾疫的 这种态度也开始转变 嘉靖半年失业 兵科几世中 成熟于这个善书言士 他说现在的年金 从皆显却不补 就是说这个官员 这个缺少了不少 四方基地推代 也就是找不到好的人才 财化如此 他说都是因为最近 这个处折的过多 就是罢免的过多 这个要好好的 这个养他很难 这个雕伤很容易 那现在这个灾疫平衡呢 积紧连年 道宅这个仓吃 这个必不牺牲 必有 他说这个肯定有什么原因呢 他说成愿这个 这个我们朝廷的大师 这个旷荡 以整成轮 听主臣这个推荐 四地如远化灾为何 累在一次 他这个言他没讲的那么明白 化灾为何嘛 就讲说大家还能不能弄 这个这个 家庆皇帝马上就会生气 这样 既说 笔触主臣 自当己民建奏 你要讲说到哪一个人 被我们这个 这个无端处理 你就直接说好了 何必什么 借这个主灾疫 在这边来恐吓我 且离意不尊 我以前都已经表明 这个态度了 你们孩子整天在这边 就讲这个 中物幻论 取名孤义 虽然这个惩罚不重 但态度非常明确 瑞士的咒书 在这一段时间还是很多 导致这个世中 对因灾成员了 就失去耐心了 这些人 他说感觉这些城下 心怀着有点这个不轨的样子 那这个本来 他最信任的这个张冲 也利用灾疫 这个 以这个交世之理的 所言败批评 加近九年 民事中提出 天地分事等理智改革 遭到群臣的反对 这个张冲呢 也以这个灾疫觐见 这个民事中回复 以灾变 并民有厌劳之意 云为不可 此等说法 恐以小人为言 而使借口言 今天这变与为今天所谓的事 会运 但往年这个灾害 不知要跟什么事情来对应 以此事例 减免登为 含有灾变 以为大理一事主治 如今日之变 以今日之意为应 这还钱之灾疫 是众奸邪之口 以快其意 这个张冲说 你们这个灾这个接疫 就是要 这个你们借这个灾疫 来让你们自己 这个什么主张 这个泄恨 以快其意 民事中认为 这个张冲在谈论灾疫 可能就是 是不是要推翻 这个大理议的震荡性 还提起这个 加进三年 奖免以灾疫力 以大理 可见他对灾疫的禁言 尤其以灾疫这个离 非常反感 就是他那个事情 是不能碰的 就讲他这个 大理议的这个事情 他是不能碰的 小王小王 这个加进三年到十一年 费心三次出现 加进潮的阴灾成员 最后达到了 最后一个高潮 加进四亿年的 费心出现 直接导致了 守护张冲 治世 就是暂时罢官 这个张冲 我全部讲 他就是因为 大礼仪的时候 他为这个加进皇帝 找到这个历史根据 使得杨廷和他们 那些不好谎播 本来是最受 这个加进皇帝 这个重视的一个官员 张冲 这个时候都拜破治世 其因就在 理科几世中 为良弊上书 将张冲视为费心出现的原因 紧接着宾科几世中 秦敖也弹劾张冲 让民事中决心让他回去 张冲拜罢免的主要原因是 皇帝移其善权了 因为后来 这个加进皇帝 这个张冲刚刚开始 他就很信任他 所以他有 这个很多在朝廷的 这个政治的决定权 这时候他就怀疑 这张冲这个 这个就有点 这个善权了 但费心见 无以加深的民事中 对他的怀疑 以致张冲回家之后 还说费心 为臣下所造 因此必畏以朗之 就是说这个费心 之所以出现 就是在臣下张冲 这个行为不好 是朝日来的 张冲致死 让官员们看到 礼仪心慧的地位 并不稳固 言官希望借此机会 罢免更多礼仪心慧 甚至宽游 一礼得罪组成 吏部上述 汪宏 吴定侯 郭新等 嘉靖皇帝的重臣 不断遭到坦克 但民事中认为官员们 拖延心意 协制朝廷非常生气 惩处了一批 因灾善言的官员 这样一搞一下 就是这些言官们 也就嘴巴就老实起来了 此后 灾疫善言变得稀少 耐隆也其以空患 以嘉靖前期 利用灾疫大规模 调整政治政策的 这种状况 就卷蓝不同 到了这个 这个嘉靖是几年的时候 但是这个民事中 对这个灾疫这个事情 因为他是比较信道教 所以他对这个事情 还是这个 这个敬畏的这个心情 还是始终未改 只是通过这个 功克洪恩的方式 以取消民 这个季告 取朗 取朗 灾教成为主要手段 甚至在耐廷建立的一些宫殿 如意宫城西北的这个 险基宝殿 为西院的这个 鸿运为殿 方便 亲自济告 和全人待济 这些宫殿 不仅明天带有 浓厚的道教色彩 也是集办在 教活动的重要阐属 可见 民事中通过这个 寄告 西朗的方式来 消弭灾疫时 融入了浓厚的道教色彩 他这个时候已经 对这个道教 已经开始这个 独信的 不得了起来了 民事中在这个 家境五年时候 他曾经说过 他说我考虑 灾教不过三日 不于浅舍以外 心存敬畏以内 不知何以 既告行于文词 不过应试而已 不如他认为说 这个拜拜啊等等 这都是一个省事 不如应该朝长修绝德 上隔以地 所谓答谢 意令十家修审 上下同家戒疫戒警 不必西文故事为之 就是说 我们要对这个 上天的敬畏 应该要 这个螺丝到自己的 这个耐心来 不要因为做一些 这个表面上的功夫 不必这个西文故事为之 他以这个民情新各 作为这个转载为乎之书 季节的礼物 灾界季告的要求 但在家境中后期 他却专门专注于 这个季告拜拜 精神矛盾加深是重要原因 泥灾方式的改变 体现出这个政治生态 到这个时候又有所变化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上面 这一系列这个论述以后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这个关于明代 这个家境时候 这个是一个很 应该说一个比较 非常特殊的一个皇帝 那么这个皇帝 在他这个位置上 他这个做了很多 这个比较跟其他皇帝 不太一样的这个事情 你比如说我 这个前不久时间 我们福建在这边做 这个一大有研究的时候 我在发现 就前面我们现在 一般比如研究说 这个家境时候 那个家境七年的时候 这个家境皇帝 对这个宦官 进行了一些 比较彻底的整治 其实这有些资料 并不能 这个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明代一个很 这个非常这个 引起这个欧寇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明代加近二年的 这个真贡事件 这个真贡事件 这个起因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当时这个 采取的这个 对日本的一种 这个朝贡制度 但因为日本 就那个时候 从明代开始 就一直不太 这个跟我们这个 明朝建立比较 友好的一种邦交关系 经常有一些 这个海盗海寇 我们叫它欧寇 在沿海一带 就活动强烈 所以这个从 朱元璋开始 就一直到这个 嘉靖时候 这个沿海一带的 被它欧寇 稀牢的事件 还是有发生 但是这明朝 对这个 日本的这种 每年的朝贡 他就采取了一种 比较严格的这种 人员的一种限制 比如说每年 你只能来多少个人 什么时候来 不能随便跑 对其他的那些 这个国家 像琉球了 还有这个东南亚 这个这一些国家 他基本上比较宽容一点 那么将一来的这个 明代这个 到了这个正的 的时候 我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说其实 我们这个明朝的时候 这个商品经济的发达了 其实跟这个 欧洲的这个大航海时代 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正的时候呢 正好 这个欧洲的大航海时代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欧洲 资本主义 产生的早期的 原始 这个海外 原始积累 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 在这个东方这一代 由于这个西方的 这个商人 自民者到来 这个在 这个商业上 这个有的非常丰厚的利润 这个商业上 这个非常丰厚的利润 它必然会刺激 这个 我们这个中国大陆 东南沿海的 这个商人 去从事这个商业 当然同时呢 它也会刺激 日本的商人 比如说葡萄牙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 说葡萄牙人 后来就跑到我们广东 就现在的澳门 就占领了一个地方 然后就在那边 安营扎寨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澳门基本上 就被这个葡萄牙人 所占领 其实葡萄牙人先来 这个亚洲的时候 他就是先到日本 然后慢慢的这个 感觉这个日本的这个商品 并不太适合 这个欧洲的这个市场 他发现中国的这个商品 像这个丝绸 瓷器等等 茶叶等等 这些比较适合 这个欧洲的市场 所以这个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荷兰人 后来就慢慢的 把这个贸易的中心 转移到我们中国 东南沿海一带 这个时候 包括我们的这个台湾 拜这个 这个 这个河南西班牙人所占领 也都基本是这个时候 所以早期的时候 像这个 大安爱时代开始的时候 这个郑的皇帝 那那郑的这个年间 那四几年开始 这个 东南沿海的一种军面 有这个非常大的一种变化 那么因为这个 因为大安爱时代 这个对这个商业的一种出境 那么 所以日本商人呢 他当然也是 这个非常重视这个 他也希望说能够在跟中国的这个贸易里面取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那这个重要的地位呢 才能跟这个欧洲的商人呢 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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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比较丰厚的一种 这种商业往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到这个郑德之后 这个日本那边呢 经常有 这个要求来这个朝共的这个人呢 这个越来越多 这个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时候日本呢 又是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国家不是太统一的时期 这个派来了这些这个所谓的共识 有的是这边派的 有的是那边派的 这比较乱 所以到了我们这边呢 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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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这个吵架 真高效的一种状况 那我刚才讲的这个 嘉静二恶元的这个真共事件 就是这样发生的了 这个我们当时这个在林波 大家知道这个明代明州 这个设立了这个 这个四伯师 跟我们福建的这个 这个泉州 广东的这个广州 一样都有设立了这个沿海的这个四伯师 是专门负责 对这个海外 朝贡这个使团的一种接待 以及 也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 官方的一种商业往来的一种 就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偏偏是 前面讲的这个正的皇帝时候 正守中官 就是这些宦官门呢 他在这些众的地方都有正守 所以这个四伯师里面呢 他也是了宦官 叫四伯 这个宗室 也在这个本来这个四伯师 是纯粹是一种 这个外庭的官员担任的 这个时候也插进了一些这个 四伯中官 那四伯中官一来呢 他当然权力就大了 因为他直接向皇帝咒报 所以到了这个万里 这个正德跟嘉靖初期的时候 这个四伯的这种 掌握控制这个四伯 跟这个朝贡的这个大权 已经被那个宦官所控制了 那么这加靖二年的时候 这个真贡事件 这个真贡两个字大家都知道 真就是真强的真 贡就是朝贡的贡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日本 这个使团的不同 来到这边 就大家都要求说 自己能够受到这个明台政府的 这个政治确认 跟这个正式接待 成为正式使团 所以他在日本的这个 使团里面就会 就自己在那边吵完闹 真的很厉害 那么其中有一部分人 就去贿赂 这个明州就临波这个四伯中官 四伯太监 被他这个贿赂以后呢 就那一天这个 在招待这个日本 这个使团的时候呢 就特别给这个 就是受贿的这一团伙 大意特别高 那么其他那些没有受贿的 就显得就摆在他们后面 这个他们就很不满 结果就那一天就出现了 这种真贡的事件 然后过一下子 这个有的人就 有的日本的那个倭寇 有日本那个时候 都武士道精神 这个很那个 就干脆就动起刀枪来了 就把这个当时 这个从这个临波 这个杀出海去 把这个他们自己的使团 也互相杀来杀去 然后也把我们这个沿海 这个位守的那些官员 这个都也杀了不少 所以当时呢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加军二年 这个真贡事件 这是引发了后来 整个倭寇大乱的一个 盗火鼠 这个是在明代 就是我们明代后期 大家都知道 明代后期有两大 非常重要的事件 一个就是百炉狼窝 这个是国家的一个 就是外部环境的一个 两大遗患 这个在中国狼窝 就从这个我们 你们浙江我们福建 包括江苏 广东这一带 以这个东南沿海这一带 是以这个狼窝 就欧寇 注意突出了 欧寇的时候出现了 恰好就是加军二年 这个林波的这个真贡事件 作为一个盗火索的 我们想后来这个 真贡事件发生以后 朝廷当然也很生气 也派了很重要的官员下来 追查这个事 这个到底是毛病出在哪里 这个追查了半天呢 这些事情基本上搞清楚 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招待 这个日本的这些不同的使团 这个没有给他这个平等的代意 引起的一种真贡 就互相争斗 真贡事件 那这个真贡事件追来追去 当然就追到那个 林波士博士的那个士博太监头上去 因为是他受这个拉费的 就是受人家钱了 可是非常奇怪的是 这个其他的什么是不是官员 这个浙江的这个什么 这个相应的官员 倒是被政府处分了很多 有的甚至砍头了 就偏偏就就为这个最大额击的这个应该是说这个 罪亏祸首 老是没有去处分他 一直到后来 都没有他的事 这个是可以这个 这个有这个史料可循了 这个师博太监后来还假装诗文 还写了一本书 这个我们现在都还可以的 都不太知道他这本书 但是可以从他里面 其他的材料里面 可以找到有关他这个诗的一种语气出来 我曾经有写过一本一篇文章 就讲这个明代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关于这个欧寇的一些问题 我有这个提到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 当时这个明代 这个嘉禁时候的这个关于这个 关于对于宦官的处置的问题 其实也不像我们现在 这个一般的教科书里面讲的是 这个哪样的这个 这个好像这个 我真的是已经把这个宦官问题都 很多的处置了 因为这个事情呢 这个现在可以找到很多证据 到了这个嘉禁四几年 到了嘉禁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这个宦官呢 仍然在各个地方呢 有所作为这是可以相信的 所以你说按这个灾疫事件来处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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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所谓这个宦官的问题 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我们也不能完全 互相接对话 当然我们今天 这个讲这个题目 我们是以灾疫来讲这个嘉禁潮流对这个政治的影响 但那一个任何一个事件的影响啊 他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灾疫这个事情真的就能够对整个政治事件产生这个多大多大影响 他只不过说这里面呢 他起到一定的作用 他有很多事情啊 这个他其实有各个不同的事情 他有各个不同的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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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发的一种原因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张冲 这个就是这个温州 不就是这个浙江这个这个这个温州人嘛 对他这个因为这个大礼仪的事情呢 他立了大功 所以他当时就这个权力很大 但是这个人我们应该讲说他确实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以后呢 他这个嘉禁皇帝他有点怕他 是感觉说这个人呢 如果是太有能力了 到说这个皇帝的权力啊 可能也会把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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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夺去不少 所以他也是这个早就想着让他这个回去 这老是一整个事 但是这个也老是不久 后来张冲呢也又回来这个当的 所以张冲这个后来当上这个守护等等 他这个还是应该说一个比较有本事的人 所以这个皇帝跟这个军成的很多关系 当然不是我们说一篇灾役这个文章 所能说得清楚的 你比如说张机正 他也是因为太有能力的太能干 所以最后就万里皇帝 他就一定要去他 他并不一定说这个张机正就干了什么坏事啊 什么这是这个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灾役的往往是变成一种借口而已 就我们这篇文章里面所谓论述的 其实他实际上这个借口啊 这个有时候在士大夫口里 有的在皇帝口里 有的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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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口里 他都有各种不同的一种 就同样我们比如说 从这个宦官里面 我们如果去寻找宦官的话 同样也可以看到宦官 他有时候也会借这个灾役 来这个讲说 哦这什么地方什么出来什么事情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他只是一种借口而已 至于他背后所引起的一种政治的一种变革 政治的一种这个动乱 他可能还有更 这个深层次的一种原因 那我们之所以今天要把这个题目来讲 就是提示大家说 这个一种政治制度的一种研究 可能他有各个很多不同的一种 这个这个这个因素是促成的 这很多东西都不能太过于这个简单来说了 所以我就在这文章就给一个这个简单的解译 就是说明代建立了 较为完备的这个灾役咒报制度 而且重视消弭灾役 体现了灾役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明世忠更是一位既有近天未灾思想的皇帝 因此灾役对家境朝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家境三年以前 灾役的解释权掌握在官僚群体手中 他们利用灾役神道施教 在大义礼中取得了胜利 但此后 这个明世忠对四大夫以灾役役力逐渐厌恶 并主动利用灾役 在思想意识层面加强了皇权 加近四年开始 明世忠和张冲金城瑞役革新 在灾役的警示下 致力以调整统治政策 已加近半年达到高潮 灾役成为政策调整中的消除组织 排除既得利益群体阻碍的一种工具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小题目的一些 应该说是中心的一个内容 这个问题因为 一个方面以前研究人也比较少 第二方面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政治体制当中 这个其实关系都非常复杂的 你很难用一两件事情 这个所能讲的清楚的 你比如说 我现在在讲到一个这个意识制度来说 我们这个 因为要作报这些灾业什么 它这个权限呢 基本上是在那些淫官 淫就是淫的淫官 淫官主要是这两方面 一个是督察院的这些什么义死门 再一个就是这个几世中的这个科道官员 那么这些官员的这个是 我们现在很多研究民史人都认为说 这个可能是明臣主啊 为了这个控制官员 为了这个政治上的平衡 所做成的一个比较这个好的一种制度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有时候发现 这个检查这个这个淫官制度啊 他 朱元璋这个失智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有点 还有一帮人来 在那边乱 这个这个讲的不好一听 就变成一种政治的打手 你比如说 一个当一死的人 科道官员 他最多最初的官品才七匹官 七匹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讲七匹芝麻官 那个县泰盐嘛 支县就是七匹 就是说他那个官品很低 那为什么要设这么低呢 他本来是中央的朝廷的官员嘛 他就是要让你这些人啊 去去去弹劾人家 如果是弹劾的有功的话 他可以业绩提升的 这个这个在明代这个 也许提升的这种言官呢 这例子不少 你比如说 那个那个被严松 这个弹劾了那个 周映隆 他是有一天这个下矣 这个在人家屋檐底下躲矣 听到人家讲了一句 这个皇帝最近 好像对着严松有点 这个宴环的样子 他听到以后 他就赶快回去写了一篇 这个很重要的奏折 就是弹劾严松的 一炮打响 所以这个周映隆就马上就 被提升了这个 这个是无品官 所以这种事情呢 就是朱远璋在当时 明太祖设这个 淫官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他 这个这方面的一种目的 就作为皇帝的一种 一种政治打手来使用的 但是问题是这个 你也不能当当说皇帝呀 因为这些阎官们为了升官 他是阎官六路 听报荒 什么人权力大 他就往那边投靠 你比如说 这个杨庭河在的时候 很多阎官就复合这个杨庭河 讲这个皇帝啊 不应该尊称自己的父母亲 当皇帝 张基正在的时候 那很多阎官啊 就是跟着张基正 张基正今天怎么样 他明天马上揍揍就来了 随时随 要怎么处理 对吧 延松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 这个一直到整个明太 都是这样子 这个皇帝的打手没有干成了 倒是变成了一种 全程的一种打手 这个是明太 这个阎官这个最 这个演变到最后一个 就非常这个恶劣的情况 所以你刚才讲 我们这边 这个文章里面讲说 这个很多阎官就利用 这个灾遇来做报 也是一样 他也在阎官 也在倒霉 就是讲的不对头 皇帝不喜欢 然后他就把你处理的 这个一方 所以我们这里这个 我最近因为我前面讲的就是说 我们福建最近要在那边推那个一大油 还有我们的民主协会在弄那个西济官 这个发现这些后来这些阎官们 打这个耐庭的官都不好打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你不知道这些官到底 什么时候能够起起落落很难讲 今天阎松的事 说不定过几天洗劫的事 过几天高拱的事 你有时候跟风的来不及 跟你说就有点麻烦 所以我后来我发现了 就是阎官打得最狠的是谁 是那些武将 明耐那些武将 说了说了 是真的非常可怜 这个明耐初期的时候 武将的地位非常高 这个当时有所谓出将 都像你是不是说 到了明天的中期以后 这个义官就会想倒霉 我们这次这个角度 这个时间写错了 应该是六点到八点 不是八点半 给一大油是不是 还要给半个小时 可是我们就看了 一大油跟七级光的转 这两个官员实在是倒霉透顶 明明打了胜仗 等一下就被处分 抓紧这个下意 然后什么扁官什么 所以最近这个 我们中国明史协会 在做这个一大油 一大油七级光 这个是习总书记 最近几年特别推崇的人物 我也认为说这两个人物 真的是我们应该值得 为他自豪 是我们中华民族 应该优秀的这个子孙 可是你就从明史 那个七级光传 跟这个一大油传里面去看 那扫兴都不得了 这莫名其妙 这个明代接下来 这些文官门 他这个内庭不好 奏折了 他专门去奏折在五官 五官一方面 他在外面 他在朝中没有发言权 第二个呢 这个在外面事情呢 你有些情况就很难 这个了解得非常清楚 不过皇帝这个脑筋 他就最怕五官呢 干什么坏事 所以听说唐后五官呢 他是基本上是比较 这个灵验的 所以你看那个七级光 跟一大油这样的人 你说对中华民族贡献这么大 可是你就看他那个明史里面 赚了 哎呀那真的是扫兴 特别是我们那位 这个我们的老乡 那个一大油 他这个明史赚里面 讲这一大油这个人的本事 这个文韬五列 实际是 这个比七级光还厉害 所以他叫做 七虎一龙 一大油是一条龙 七级光条虎 所以当时还有一个名将 叫唐伦 他曾经评价他们这几个人 就说一大油可能这方面不如他 这方面不如他 但是他说一大油是可以一个 组织大局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呢在明代的时候 那是吃的那个 什么意思就是盐关门的那个亏啊 那真是倒霉臭底 有一次还差点被抓去砍头 后来幸亏是一个 锦衣卫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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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都救了他 这个是 明代最有名的都位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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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衣卫都都是谁啊 阎松时期的鹿饼 哦这个大家做民事人都知道 如果要讲解这个明代的这个 这个那个锦衣卫的这个 都独这个最有权势的谁啊 就是这个鹿饼 鹿就是大鹿的鹿饼 就是那个火字盘一个饼 鹿饼饼 一大油被抓去坐牢的时候 能鹿饼都看不下去 这个鹿饼为了一大油啊 这个鹿饼这个人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件好事 那就可以值得肯定 他为了自己的救一大油 既然从自己家里去弄了一堆钱 送给那个 鹿松的儿子 鹿四潘 鹿四潘 那个鹿饼 既然把自己家里的钱财啊 拿去毁入那个 这个这个鹿松的儿子 这个呢 鹿松的儿子 看了这些 送来的钱 看在这个鹿饼的面子 他那个时候 鹿饼的面子很大 终于这个赦免的这个鹿大油 你想一想 我们这鹿大油 这位 我们现在可以称他为民族英雄了 因为当时倒霉到什么地步 他这个倒霉 就倒霉在明代的这个鹿关制度 包括我们这个明代后期的鹿松焕 也是 被抓进那个 那个那个林池 起因也是这些鹿关门乱来的 所以这个鹿关门呢 这个 在这个明代这个制度里面 这个讲的好听一点 就是政治打手 讲的不好听一点 就是有时候就是基本上是像一群疯狗 他的见风识舵 来看人就乱攀乱咬 所以你看 好人的坏人他倒不一定咬得住 导致这些好人呢 就明代这个武将里面 这就是对于这个国家安全最有贡献的这三个人 杜拜他们咬得稀里哗啦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鹿松焕不用说了 那是残不可言 包括这个明代 这个七季光一大油 七季光一大油那个时候 还算善终了 但是他呢 莫名其妙就把他抓进去做了 莫名其妙就把他抓进去做了 所以这个是 我自己感觉明代制度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 同样我们这个在意也是啊 有的在意这个刚才前面讲的 哦你要讲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讲的这个皇帝重听了 哦这些眼光门就 有升官的可能 讲的他不重听了 这些眼光门的马上就倒霉了 这比如说加进四五年的时候 这些眼光门讲说 是不是要政治有所宽容啊 什么齐齐八八 言下之意是要把当时那些得罪 这个大义里的那些官员啦 实当的这个这个平缓平缓 然后这些东西一讲你就倒霉了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政治 对一个政治史的研究 可能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啊我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因为这个题目也不大 是不是就讲到这样胡老师胡老师 你看我又讲到什么意思吧 好 啊 因为这个时间本身就搞错了 应该是六点到八点 讲过了还有半个小时给学生提问 呃呃呃呃这个刚好啊刚好 呃呃呃呃呃呃这个 嗯这个传老师这次的给我们 答了一个非常新意的角度 所以以前啊这个因为我对名识也比较清楚 去研究灾疫啊 主要是讲灾荒的这个危害性 但是怎么 丢大的处事 纠差的方式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 很少从这个灾疫 跟政治话语权的关系 连在一起 而且这个 陈老师从这个灾疫的 咒暴制度 这一个制度的点灾制度 这个角度生日下去 确实非常的信誉 视角非常的信誉 他讲到了 他这个是以这个 民音失踪就是家庆朝为例 家庆朝为例 提供了以大理 这个争议作为这个 切日可 开始的时候那些全传 用这个 灾疫 干预这个大理 或者这个干预这个政治事件 或者干预这个 很多的这个 皇帝本身的一些问题 后来的这个灾疫的这个解释权 从官僚权帝手中 转移到皇帝手中 皇帝也开始用这个灾疫 来做自己的政治诉求 和自己的权力集中 而灾疫这个东西 就变成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这个 政治的博弈 政治的博弈 因为这个东西呢 当然它有个思想基础 所以大家要相信这个灾疫 与这个王朝的这个 新王有关系 在这个背景思想之下 天秘文化的思想之下 才有这些东西 就是老男 爱慕一心 我说实在的 真的是爱慕一心 这个视角太好了 就是在于跟这个政治联系起来 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好像很少听到这方面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的薄弱 大家可以在陈老师的这个基础上 技术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吃的思考 其实古代 其实明清两朝和这时候 在政治斗争中 他们会使用一些什么手当 这里面就是一个手当 就是一个工具一个方式 在这里的 我特别感谢这个陈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座 现在呢 其实近日提问的环节 就是问问题 其实也不叫提问 向陈老师请教 有很多问题 陈老师这个时间也比较宝贵 大家这次拿来的机会 向陈老师请教一些问题 然后下面有问题的 就来问 说我的力量 谢谢胡老师 这不简单的 我们大家相互交流交流 好 你好 我是中国社区的学生 就是我之前注意到您之前 在南丁大学有做过 有讲座 蒋明初的一个财政的一个复古倾限 然后当时的话 您主要的任 您主要观点是任 为明代他不收伤税 所以对他整个财政节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 其实我做这个 我学习黄测过程中 我也发现明代 确实他整个财政 因为朱元璋这个红武提示 确实确实非常的保守 那我就想在整个宋代 因为日本他们提出唐人变购论 整个宋代 他已经进入一种近视的倾向了 宋代 宋代他进入一个近视倾向了 宋代 包括你也提到宋代的商税 元代商税跟清代商税 收的都是比明代多得多的 那这个过程中 朱元璋或者宏武朝 他扮演这个体制 在整个中国古代传统 或者像近代转化一个过程中 我们到底怎样应该评价 就是说 他到底是一个阶级局限性 或者是为了一个统治 而放弃对经济的一个重视 还是怎么样一个评价 就是他当时的人到底有没有这种 所谓的商业可以促进我整个社会的发展 这样的观念 这是我一个很想要的问题 谢谢你的提问 这个题目是我那个 好像是今天三半年吧 在南京大学校庆 一百周年校庆的时候 做了一个演讲 我是把它归结到这个 因为我那个题目前面还有半部分 就是 明代这个前期政治的復古倾向 復古 因为我这感觉 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他这个朱远璋这个 当时他因为那个是从延朝 这个人家 这个打败了延朝以后 这个建立了 这个明朝的政权 那当时这个打 这个打败延朝 就是朱远璋他们取兵的时候的 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就是 驱逐丹鲁 这个恢复我中华 这个口号后来拜这个辛亥革命 也延续下来了 所以朱远璋这个后来 这个建立明朝以后 他就认为说 这个恢复这个汉家 位移啊 这个是他要做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贡献 那么在这个一个思路呢 就其实是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 就是说这个制度 这个要恢复汉家礼仪 到底是要恢复到什么时候的礼仪 就很可惜的朱远璋他给他回应 我们中国人这也不是朱远璋一个人的毛病 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文化的一种思维啊 就是那个时候当然也没三约了 大家就是失忆耳税 就是这个对土地征收 这个一般这个失忆耳税的这种观念 所以朱远璋就把它 贯彻到明代这个前期的一种政策 这个这个这个 实际当中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当时这个制定这些政策呢 基本上是 浙东学派的人 就是刘基他们这些人 这些人的出生呢 他是一种 鲁生出生的 是熟读那个 四十五经的 所以他们能够恢复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汉家的礼仪的话 那还是要从那个 这个先秦那去找这个根据 所以就造成 这种现象 你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制度 他是不能一直延续下来 延续到后面挥乱不可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 封佛的制度 封亲王 朱远璋把自己的儿子封了 好几十个亲王到处去 这种制度从汉代开始证明 就是一种非常坏的制度 只要封了这个亲王以后的 这个国家的大一统 就没办法执行 最后一定会乱的 这个已经励子教训非常多了 但是这宋代的时候 唐代的时候不敢这样干 偏偏到了明代的时候 他最远章不知道哪条金 又把这个东西挖出来 所以就弄了一些 最后大家知道 最著名的就是 这个金难之一了 到后来这个王阳明死后的 这个领王这个造反等等 这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因为这种制度 这种复古制度造成的 那么因为你这个作为 这个财政来说 财政的多元化 就应该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 一种必然趋向 尤其是农业税 在这个财政账的比重 越来越少 这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 一种必然趋势 你比如说我们 前些年这个 那个谁啊 那当总理的时候 温家宝同志当这个总理的时候 他取消中国的 这个延续了 两千多年的农业税 这个当然一方面是体现了 我们党和国家 对农民的一种关怀 但另一个方面讲的 他也是一种历史的 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因为农业税 他在那个整个财政体系 体势里面所占的比重 越来越低的 你去收这些税 也没什么意义 然后还白白的担了一个 这个增加农民负担的一个 还不能给我取消掉 葛不其然 取到这么多年以后 好像也没有任何这个 好像财政 这个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这个财政的这个收入 他是完全转到了工商业税 跟个体这个 这个个人守得税上面来 这是一场历史发展的趋势 所以我在这个南京大学 这个百年孝庆这场演讲里面 我把它定为成一种 忽古的倾向 这个明朝这个忽古的倾向 他其实可以还可以找出 这个很多这个 这个方面出来 当然从这个 朱元璋本人的这个 你刚才提到 他说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的话 我自己也认为说 他这个出发点还是好的了 他还是希望说这个 这个农民 这个收入要有节 然后这个天下老百姓 都要安居落叶 这个所以他不是还制度 这个制定了一些 这个派套的措施 比如说黄车制度 还有我们胡老师 胡铁区老师 这个现在研究非常高深的 那个什么 影图测措施 这个就是当时为了派套 这个财政制度 所形成的一种 一种派套的一个措施 这个从这个设计制度来说 应该说是 非常好的 但是问题是 他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你这个 我们现在很时贸的计划 就是继承和弘扬 这个传统优秀文化 但是继承和传统优秀文化 这个当然是每一个朝代都必须的 不但我们现在 其实以前 他也是必须的 但是问题 你这个继承和弘扬 我自己感觉说 还是马克思那个话 讲的比较对 要扬弃 这个有的东西该化言 有的东西还是要去掉 我们现在也是 我们当中叫我们这个 继承和弘扬 这个传统优秀文化 也是要传统这优秀的文化 你那乱七八糟的文化 你都不能去继承它 比如说 这个你同志残脚 你继承它干什么 所以这个还是要有点分别 所以我个人认为的 这朱远章这个政策的实施 出发点应该还是好的 但是他这个有点背识 有点这个不合时宜 这个我现在挤一个 这个不太恰当的 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那个小时候 我们经历了这个 人民公社这个事情 我自己现在越来越想 其实我们中央 这个制定人民公社政策 它也是出现 这个出发点是非常美好的 非常为老百姓着想的 但问题你这种制度 设计出来 它跟经济规律了等等 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最后这个事情好像就不太合适了 最后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件大事就是 说什么事情 这个什么联包联厂折论制也好 什么讲彻底点 就是把人民公社给我毁了 这个这个事情 所以这有时候历史上有一些 像类似的 我朱远璋这个财政制度 跟我们 这个我那个小时候 那个人民公社制度 我看还是有一点点 这个就出发点 从出发点上来看 是有点这个 比较相类似的地方 所以对不起 这个类比可能不一定正确 但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好的 谢谢老师 陈老师你好 我也是 我也是那个中国体的那个研究生 然后呢 我听了你这个 关于这个江建潮的这个 关于利用灾疫来进行政治攻击的 这个还是挺有提法的 然后我也是联想到 就是说我看明朝历史的时候 我发现明朝这个党政政很激烈 然后他们的一些手段也很下作 很恶劣 然后我再想到一些 其实我们古代其他王朝 比如说宋朝唐朝 哪是东汉时期的一些党政 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么下作的手段 他们至少这些 就是说党政的这些派别 至少还有一些理想 比如说宋朝的时候 他们新法 就是变法派和那些守旧派 至少他们还有一些政治理想在这里 那为什么到了明朝的时候 这些党政的这些 党政的这些事 怎么政治理想就怎么这么低下了 所以然后到最后 可能就是明朝灭亡也跟他们有一些关系 然后我一直都有些不太理解 明朝到底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是不是他们的一些制度设计上 也有些问题呢 所以说在这里想请教你一下 谢谢你的提问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 我也经常在想这个事 这为什么因为我现在不是在下面大学国学研究院 所以我们那个校长 他下面令我们这个下面大学国学研究院 一定要研究朱熹 那我带了一个这个国学研究院长 那我也不得不 所以我最近几年有时候也会写写什么这个朱熹的文章 这我发现是当时他们呢 就像你刚才讲的 相对来说他们还是比较注重 一种这个 有些理想成果 操守上的一种行为 那么到了这个明代以后 确实这个操守就相对比较差 所以这一点呢 我还是感觉说这个朱远章这个设计的这个 严观制度可能有一些问题 严观制度 对因为我现在 这个东西没在深入 什么时候因为我以前都做经济史 对这方面设计不深 就给他这个中国民主协会 给他弄上一个当会长以后 所以才不得不有设计到这些问题 这个我想是我下一次 下一步如果有可能 我要去查一查这个明代这个 严观制度设置的 他当时的一种前因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设计这种制度都有一个 这个前因的考虑 你比如说朱远章为什么把他的王朝定为明 他也有他的这个一些道理 有的人讲说是因为他已经奉民教等等 这个不一定看得住 所以这个严观制度 他跟那个宋代 包括汉代都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现在很明显我自己感觉 这个明代这个乱 都是这些严观们大乱 这个乱题意见 乱这个党同花异 就弄在党战最后 就是一派一派 哪一个掌权 他有一批严观就固在上面 另外一批严观就跟着倒霉 所以他那个有时候弹劾 是毫无道理的 比如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说 当时对明代 这种安全 这国家这个安全最有这个贡献的这三个人 在严观手里的不知半分钱 倒霉的不得了 还有当时这个 严重万前面还有个很著名的人 是叫做熊廷璧 他其实也在那个辽东那边也干得很好 也是被这些严观们弄到最后就抓去砍头了 陷入到那个胆生的那个漩涡里面去 后来就被砍头了 所以这个明代的这很多制度 就是还有很多确实很值得需要去分析的 以这个严观制度到底怎么会弄的这个样子 因为你这个明代那个当上守护 他的不好当面吵架 然后他要整人家 他就会利用这些严观去整人家 这个相对而言道的清代会有好一点 这一点就是明代特别突出 这个可能如果今后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说能够这方面 明代的整个这种检查制度 严观制度 这个从头到尾非常认真地去梳理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讲这个东厂西厂 锦衣卫等等 后来为什么这个明朝已经建立了这个很严密的一种 监察这个制度 为什么还要设立这个锦衣卫还有这个东厂西厂制度 这个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些言故 因为这朝鲜的官员有时候还管不了他 那怎么办 就要设立一个另外的制度来管他们 来监督他们 那就是弄成明代这个监察这方面的这种 这种事例 一个三头一个三头 我们我刚才前面讲那个陆炳 他就是锦衣卫的这个最高首领 那还有包括他们也管这个东厂西厂 这明代的记载叫赵裕 赵裕管这些人 他们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呢 其实我们比如说当时这个从日本引进一本 一本书叫这个书名我记不全的 叫什么条 什么条瑞 什么瑞传 什么一本这样的书 他里面写的那个很多这材料 都是锦衣卫他们这个侦查的一种过程的一个 你看他里面的那些案例 好像这些锦衣卫也挺能干的 也做了这个好像这个对这个贪官物理也抓了不少 所以这个明代这个关于这个监察这个方面 我老实说我自己也是一个糊涂长 希望大家如果今后年轻 这个学者们能够这个很好地去做一个 比如说深入的研究一下 对不起 这个回答不来 谢谢你 没事 已经有些启发了 感觉其实他们政治逻辑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谢谢陈老师 可以吗 有没有 请叫嘛 好 陈老师 嗯 陈老师 你好你好 陈老师 你好你好 再次感谢你这个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讲座 这个关于这个明大的问题的其实明大 嗯 虽然我们现在也是一个研究的那一点 但是有好多问题 嗯 还吃得生日的研究 呃 比如这个陈老师体系的年贯制度 呃 这个政治 他确实显得比较粪浪 呃 但是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明朝生了 泛泛浪浪浪 他活了276年 而且他的经济 在万里潮的时候 曾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就是 这个呃 政治与老百姓的生活 他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 或者明朝也是一个很穷摇的参考 啊 非常感谢这个陈老师 对我们 呃 带来的这个精彩讲究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思路 和思考的方向 啊 谢谢陈老师 谢谢陈老师 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胡老师 谢谢大家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